各位參觀的大英節目和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網上的主要學 今天主要學要繼續看《聖經中的數寧真戰》第22講 我們要繼續看的都是在第十一大段 撒達在士師時代的數寧真戰 我們知道士師時代的百姓反反复复 因為他們沒有和 又不遵從上帝的旨意 守信神的律法 他們不斷犯罪 然後上帝就將他們交在敵人的手中 然後他們呼求上帝 上帝就將興起或簡選士師 來領導他們打仗 但他們很多時候又不聽士師的話 所以士師也是落在敵人的手中 或者他們得勝之後又犯罪 這些都是撒達的一種試探攻擊 引誘 所以就是三番四次 不過我們看士師記的時候 我們要留意不同的士師 不同的性格 上帝不同的簡選 然後上帝有不同的旨意 好 我們今天要繼續來看 士師記第十三章第一到七節 以色列人又說眼中學為我的事 經常都是這樣的 以後將他們交在菲律士人手中四十年 那時有一個索拉人 是屬彈族的名叫馬羅雅 她的妻不懷孕不生辱 以後士者向那婦人顯然 對她說 向來你不懷孕不生辱 如今你逼懷孕生一個兒子 所以你當謹慎 清酒濃酒都不可喝 一切不結之物也不可吃 你逼懷孕生一個兒子 不可用剃頭刀剃他的頭 因為這孩子一出胎 就歸神作那世以人 特別起手拯救以色列人 脫離菲律士人的手 夫人回去對丈夫說 有一個神人到我面前來 他的上茅如神是者的上茅 甚是可為 我沒有問他從哪來 也沒有將他的名告訴我 他也沒有將他的名告訴我 她對我說 你要懷孕生一個兒子 所以清酒濃酒都不可喝 一切不結之物也不可吃 因為這孩子從出胎一隻到死 必歸神作那世以人 好了 我們看這段經文 他看到撒旦又忍有以色列人 得罪神 然後以色列人就落在他們的敵人 菲律士人的手中 有四十年來 然後有神就挑選彈族的參孫 做那世以人 而且是從世 但是一出母胎就做那世以人 甚至乎他媽媽都要遵守那世以人的規矩 不可以喝酒 那就是養胎 那 後來 就簡選 參選 成為士師 先做那世以人 後做士師 我們要問一個問題 為何神在以色列人當中 簡選彈族呢 那 利美人去了哪裏 由大人去了哪裏 其他支派去哪裏 上帝要特地找一個很北方的支派 一個支派的 一個族的 彈族 可以想像得到 當時利美人當中 都沒有一個神喜歡的 嚇神心意的人 由大支派又沒有 所以上帝就在大支派裡選一個 好了 我們就看看那世以人是什麽來的 首先看看起源 以色列百姓從西賴莎出發之前 神通過摩西啟示 關於那世以人的論例 你可以查看文數記 第六章一到二十一節 目的就是 分別為聖 希伯萊華 或者叫分別為聖 奉獻給神的人 他特意 被分別為聖出來 是侍奉和委身於神 而且 無論是什麽支派的 不一定是利美人才可以侍奉神 其他支派的都可以來做 那世以人 遵守的事項是什麽呢 禁止食葡萄樹所叫的果子 他們不可以喝清酒 濃酒 不可以剃頭 不可以碰死屍 碰自己身體 有三種那世以人 一種是自發許願的 有些是父母許願的 有些是像參孫那樣 遵照神的命令 一出生就做那世以人 他們的衛生 有些是有一定的期間 可以還祝 有些是要終身衛生的 例子有參孫 薩姆爾 利家族 斯西若翰也是 保羅等等 那世以人 預表自己 要把自己當作一個祭物 獻給神 就好像基督一樣 預表耶穌基督 現代信徒生活在一個混亂的社會 那世以人的制度 就有很大意義了 可以督出聖徒 做出一個聖結的信仰決斷 這一節 就強調 不可以用剃刀 剃頭刀來剃頭 這代表是 有所要求的 特別要求的 他需要拯救以色列人 親孫 並不是完全從菲律士人手中拯救以色列人 他只是開始拯救工作 一直到達衛時代做王 以色列人才是完全擊敗菲律士人 好 我們再來看第二段經文 史詩記十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五節 和十四章一到四節 耶華的使者 不再向馬羅亞和他的妻顯現 馬羅亞才知道 他是耶華的使者 馬羅亞對他的妻說 我們必要死 因為看見了神 他的妻卻對他說 耶華若要殺我們 迫不從我們手裡收納 凡制或掃制 並不將這一切事指示我們 今天 也不將這一切話告訴我們 後來 婦人生了一個兒子 給他起名叫參孫 是指長大 也說似乎與他 再是馬哈尼達 就是索拉和伊勢圖中間 也說靈製感動他 參孫下到提拿 在那裡看見一個女子 是菲律士人的女兒 參孫上來譯告他父母說 我再停拿看見一個女子 是菲律士人的女兒 願你們給我取來為妻 他父母說 在你弟兄的女兒中 或在本國的民中 豈沒有一個女子 何至於你去 在未受國禮的菲律士人中 娶妻呢 參孫對他父親說 願你給我娶哪女子 因我喜遇他 他的父母卻不知道 這事是出於耶和華 因為他找機會 攻擊菲律士人 哪時菲律士人 核制以色列人 這段經文 我們看到參孫的意思 是太陽的意思 或者是一個小太陽 或者是很像太陽的意思 是光明的 參孫 很靚的名字 神感動參孫 這裏說 靈才感動他 四年充滿 感動了 充滿了 是什麼意思呢 是指 他有超人的力量 很大力的 這個經文 也說 也令他感動 在 史詩記 在參孫的生平裏面 另外還有三次 十四章六節 九節 十五章十四節 所以一共有四次 當然 最後一節就沒有特別提到 不過他祈禱 再給他力量 那會不會那一次也算是一次的 或是令他感動 不過 《聖經》就沒有記載 所以 《聖經》裏面記載到 參孫被聖靈充滿的 沒有大能 大力 就是這段經文 十三章二十五節 十四章六節 九節 十五章十四節 那好了 親孫 取敵人的女子為妻 是違反了 猶太人的律法 猶太人不可以和外國人通婚 同時 也違反常規 因為 以色列人和菲律士人是敵對的 你取一個敵對的人的女子 那就是要造成了 兩座人之間的仇恨更大 當然 歷史裏面有很多 透過婚姻是和解的 是吧 大家聯婚 大家就 就不要打仗了 但是 很多時候 透過結婚 聯婚是監視對方的 就是 因為我有個兒子在那裏 那你也沒有辦法 你不可以反叛 要不就是要做人質 婚禮 婚姻 好像一個 扣留人質 就是一個政治的條件 我們來看看 這個 是不是一個政治的因素 為了打仗 為了 要 計謀 怎樣去 殺菲律士人 所以 娶她的女子 參宣 是不是真的為了政治的緣故 一定要娶菲律士人的女子 不是 我們看有些釋經是這樣解的 有些釋經 就說 這件事崔也說 子而言 神是很政治性的 利用這個婚姻 接著參宣的手 去殺菲律士人 後面我們會討論 神學的問題 政治的問題 是不是這樣 我們要詳細來討論 好 這裏交代一下地理環境 就是索拉 以色途 中間的地方 就是這個位置 在哪裏呢 這個是 猶大 猶大 三馬 這裏是菲律士人的平原 地中海 海邊的平原地 這裏有 這裏有 俊列谷 這裏有 以拉谷 加達 這些地方都是菲律士人的地方 亭娜 都是菲律士人的一個城市 參宣就是索拉 在這個地方長大的 旦之派 北邊就是旦之派所主的地方 然後耶路撒冷在東邊 所以 參宣的事件 生平 他小時候長大的地方 就是 耶路撒冷 以西 在索拉 和以色途 這個地方 好 我們繼續來看 十四章 五到十四節 親孫跟他父母下廷拿去 到了廷拿的葡萄園 見有一隻 少壯獅子向他 口叫 耶路撒冷 大大感動 這個第二次出現 耶路撒冷 於 充滿這個 啊 親孫 被聖靈充滿之下 有 大能力 他 雖然手無 器械 他將獅子撕裂 哇 可以將獅子撕裂 你說多大力 好大隻 好大力 如同撕裂山羊膏一樣 他行這事 並沒有告訴父母 他私下 打死了獅子 趕歸馬 他父母不知道他有這麼大力 親孫下去與女子說話 喜悅他 過了些日子 拍拖 接著要娶女子 再下去要娶女子 轉向道旁 要看死屍 見有一群蜂蜂蜂蜂 蜂蜂蜂 蜂蜂蜂 在死屍之內 就用手取蜜 蜂蜂 扯食 扯走 糟糟 糟糕 那西人是不一定碰死屍的 那他就碰了 而且 當父母哪裏 吸他父母 他們也吃了 此事沒有告訴 除了 這蜂蜂蜂蜂是從死屍之內 取來的 很糟糕 那給父母吃了 如果父母知道是從死屍之內 從死屍裏面拿出來的責物給父母吃 他這樣看看會怎樣 他自己犯了條例 還要用父母犯條例 不過他不告訴你 他裝一下看看有什麼結果 很頑皮的 他父母下去見女子 就是上親 親孫在哪裏擺設言席 因為鄉內少年人都有這個規矩 親孫要娶妻 帶著他爸爸下去 然後擺言席 終日看見親孫知道他大隻 請了三十個人陪伴他 親孫對他們說 我告訴你們出一個謎語 你們在七日言席之旅 言言之旅 若能猜出意思告訴我 我就給你們三十件女衣 三十件三十套衣償 你們若不能猜出意思告訴我 你們就給我三十件女衣 三十套衣償 這是很貴重的 因為這等於是一個禮服 衣償 外衣 禮服 禮衣是平時穿的 都是好的布 你外面的衣償 要穿出去給人看的 所以三十套衣償 是很貴的 他們說 請張謎語 說給我們聽 這個是中東 或者他們 那個時代 他們在婚禮上 常常有一種 通俗習慣 風俗民情 就會請新郎 出一個謎語 給大家猜 參孫就對他們說 食的從食者出來 田的從強者出來 他們生日 不能猜出謎語的意思 大家說 他們猜不到 參孫也很有智慧 很厲害 出一個謎語很難的 好了 這段經文的第一點 我們看 神的靈感動參孫 殺獅子是象徵基督殺敗 好像 刨孝的獅子 魔鬼 象徵尼賽亞 基督 會將魔鬼殺但 魔鬼殺但 是刨孝的獅子 少壯的獅子 很厲害 而且是非力士的 以色列的敵人 所以 代表仇敵 好像獅子那樣 當然 御士 參孫將會殺敗非力士人 現在先殺獅子 以後就會殺人 第二 參孫從死獅子 取物 象徵什麼呢 他個人犯罪的 一件罪行 是一個秘密 沒有人知道 他自己吃了 靜靜地給父母吃了 又不告訴父母 沒有聽 所以他把秘密 做成一個謎語 他父母 妻子 都不知道 所以他是一個個人的經歷 不過 他這個經歷 這個秘密 是不對的 因為他在納西爾人 不可以碰死屍 所以他偷物來吃 偷食 偷食這個物 他給父母吃 真的有點像 夏娃 吃了按過之後 叫阿當也吃了 不過呢 阿當是知道的 對不對 不過呢 他父母就不知道 什麼都不知道 所以 參孫 他是 就是 是 試探神 看看我犯法 我知道 知法犯法 會有什麼結果 我吃了 看看會不會死 會不會 上帝會不會 懲罰我 是吧 我大有能力 他打死獅子 我一吃了之後 上帝的能力 是否要離開我呢 然後呢 他就給 不知者 他父母不知道 吃了之後又會怎樣呢 他就觀察一下 看看上帝 會不會罰他父母 是吧 這個參孫 都很狡猾 好了 我們看十四章 十五到二十節 到第七天 他們對參孫的妻說 你 哄 哄你 丈夫 嘆出迷語的意思 告訴我們 免得我們用火 燒你和你富家 你們請了我們來 笑奪我們所有的嗎 趁孫的妻在丈夫面前 提哭說 你是恨我 不是愛我 你卡我本國的人 出迷語 他沒有一張意思告訴我 趁孫回答說 連我父母我都沒有告訴 豈可告訴你 七日 延宴之內 他在丈夫面前 提哭 到第七天 逼了他 逼了他 他才把迷語的意思告訴他妻 他妻就告訴本國的人 到第七天 一頭未落之前 以前 那城裡的人 對參孫說 有什麼 比蜜還田呢 有什麼 比獅子還強呢 參孫對頭文說 你若非 用我的 武牛 毒 耕滴 就猜不出 我迷語的意思來 而說那些靈大大感動參孫 他就下到 雅實機率 擊殺了三十個人 奪了他們的衣償 將衣償 給了妻出迷語的人 參孫發怒 就賞富家去了 參孫的妻 便歸了 參孫的陪伴 就是做過他朋友的 我們看 這裏 參孫的弱點是什麼 就是在於不能夠守住自己的秘密 他自己 偷吃的蜜 然後 作了一個謎語 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答案 他應該守住的 他父母也沒有說 是吧 現在他的太太 日日在那裏 逼他 哄他 犯他 就 擊不起妻子的恐騙 攻出了謎底 好似阿當 知道了 神跟他說 你不可以吃那禁果 吃就會死 守不住 老婆吃了 喀娃吃了 吃了之後 就忍他吃 他也吃完了 一樣的情況 參孫就是這樣 就是他太太 叫他吃 就吃了 就是叫他講 他講出來了 那 那 參孫的妻子 並沒有幫他守住謎底 如果守住的話 參孫就是賺取 60度以上 是吧 他得到一大筆財富的 所以這個妻子 這個老婆 是不幫家 不上夫 不是幫助丈夫 那 然後呢 就 出賣丈夫 是吧 丈夫說了給他聽謎底 那他呢 沒有辦法 他把謎底 說給他自己的族人 當然 那 菲利士人呢 是恐嚇他 就是說 如果你不告訴他 我就用火 燒你和你富家 就會殺你 殺你 殺你家人 那是菲利士人 這種就作來的 這種恐嚇 這種惡言 就帶來殺身之禍 為什麼呢 你逼 逼參孫的老婆 參孫的老婆 就算告訴你 參孫都知道了 是你們逼她的 既然你們逼她 好吧 你現在要 六十套 六十件衣服 可以拿 這樣呢 參孫就殺了 他們的族人 三十個人 你配什麼 啊 但是呢 參孫就生氣了 回來了 連老婆也不要了 就是他覺得 這個老婆呢 不守信用 不信得過 說了給他們聽之後呢 你出賣我 是吧 把謎底說出去 令我摘不到這六十件衣服的財富 那可以看到呢 生孫不聽父母的勸告 結果就是婚姻失敗 而呢 他在暴露之下 殺了 三十個人 三十敵人 這就等於是為神 和自己報仇 他生氣 生氣之後 我報仇 是吧 那就 誰叫你來恐嚇我老婆 是吧 要殺 殺了她和殺了我 殺了她和殺了她的父家 所以我現在報仇 是吧 那同時呢 也是 等於是 我覺得 他覺得呢 就是我 我這樣做 就是為神而戰的 是吧 神選我來做實際事師 來拯救以斯利人 所以我殺了他們 也是對的 所以公司 公報私仇 就是 無論在公在私 他就覺得你這隻氣壯 拒殺人 打仗了 成功了 而且有神的靈充滿他 大了能力 可以看第十五章 十五到二十節 菲律士人想去安營在猶大 布山在尼希 猶大人說 你為何想來攻擊我們呢 他們說 我們想來是要捆綁參選 他向我們怎樣行 我們也要向他怎樣行 於是有三千猶大人 撒到以坦盆的月累 對參選說 菲律士人核製我們 你不知道嗎 你向我們行的是什麽事呢 他回答說 他不會向我怎樣行 我也要向他們怎樣行 有大人對他說 我們下來是要捆綁你 將你交在菲律士人手中 參選說 你可不可以向我起誓 答應你們自己不害死我 他們說 我們斷不殺你 只要將你捆綁交在菲律士人手中 於是用兩條身繩捆綁參選 將他從以坦盆帶上去 參選到尿尼希 菲律士人都承認著圈養 很開心 哇 他終於成功了 逼猶太人 猶太人害怕 猶太人就把參選交給他們 好了 這裡又出現一次 夜華的靈大大感到參選 是吧 他說 打死獅子 是一次 小時候長大了 一次 即是 長大的時候 夜華的靈大大才開始 充滿他 有能力了 是一次 打死獅子是第二次 然後殺了三十個人 第三次 這就是第四次了 夜華的靈大感到參選 然後 他的大無窮 他避上的繩 就像火燒的麻一樣 他的繩子 都從他手上 脫落落來 脫落下來 他見一塊 尿尿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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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人成堆,用盧衰骨杀了一千人 说完这话就把那衰骨从手里抛出去了 那地便叫拉姆尼希 好了,我们看看,有大人好像参孙的老婆一样背信 竟然会帮助自己的敌人,菲利士人 是,菲利士人是核制他们的,是吧? 上帝是拣选参孙来救他们,竟然反过来 是来捉拿参孙的 结果,上帝截了参孙,杀了一千个菲利士人 杀给他们看,是吧? 尤大人真是客眼的了,真的 上帝拣选领袖来带领他们 他们不单单不信他,还要把捆绑 交给自己的敌人,真是愚蠢 拉姆尼希尼就是,鲁衰骨高地 他拿了一个鲁仔的口,下巴 鲁仔的鲁的下巴骨 死骨,还没骨,还没骨 死骨,还没骨,还没骨 杀了一千人 象征什么呢?象征 其实犹太人也好,参孙也好 就像这只鲁一样,很笨 好像愚蠢 不过参孙就像这只骨 在神的手中可以杀敌一千 不过参孙他把骨 杀完一千人之后就丢掉了 这象征 他的命运 又是被用了之后 他自己的愚蠢 将他自己 废弃了 我们后面就会看到了 这个就是鲁西骨 在哪里打的呢? 我们在这里看 就是在利希 利希这个地方 这个图被我们看到 他去到廷拿,放在婚宴 他的迷语被他太太出卖了 迷底就被他家人 他的族人 说了出来之后 他就争 他好像赌博一样 他根本 其实他没有那么多衣服 他想着他自己一定会赢 但结果呢 他输定了 因为他自己守不住秘密 他输的原因是他自己输了 再加上他太太出卖了 然后呢 他唯有走去阿塞基伦 在那里 杀了30个菲利斯人 抢了他们的衫 拿出来 就给回回他太太的朋友 好了 那我们看呢 就 后面呢 我们会再看下去 这个图 就知道 他在这里 和利希人 杀了一千个菲利斯人 后来 参宣罪 晋列谷 喜爱一个妇人 来到 16章4到12节 名叫大利拉 菲利斯人的首领 想去见那妇人 对他说 求你 仿孔 参宣 探探他 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 我们用何法能胜他 捆绑克制他 亦 我们就 每人给你 一千一百 四克拉 银子 大利拉 对 参宣说 求你 告诉我 你因何 有这么大的力气 当用何法捆绑克制你呢 参宣回答说 人若用七条未干的青城纸 捆绑我 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 于是菲利斯人的首领 拿了七条未干的青城纸来 交给妇人 她就用城纸捆绑参宣 有人 预先埋伏在妇人的内室里 妇人说 参宣呀菲利斯人 那你来了 参宣就 增断绳子 如增断经货的麻线一半 这若他力气的根油 还是 不知道 大利拉对参宣说 大利拉对参宣说 你轻好我 向我说方言 现在求你告诉我 当用何法捆绑你 参宣回答说 人若用没有使过的身性捆绑我 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 大利拉就用身性捆绑他 对他说 参宣呀菲利斯人来拿你来料 有人如先埋伏在内室里 参宣将避上的性 争断了 如争断一线 一条线一样 可以看 第一 大利拉 参徒菲利斯首领的赏金 而恐骗参宣 和参宣之前的前妻一样 好了 参宣 他以前就被人骗过了 他觉得他现在很有经验了 我被前妻骗过 现在我不会被你骗的了 现在我呢 反过来我骗你 我骗你 所以故意骗戴利拉 他又不怕戴利拉 好像之前犹大人捆绑他一样 犹大人捆绑他 那又怎样呢 是吧 绑不到他的 结果他用了 骆衰骨 打死了一千人 所以他想着呢 大安主义 他想着他自己很威衰 很怕 很厉害的 我不怕你 你绑我 我不妨骗你 说给你 我这就 玩回你了 好像 真是吵你 那其实很危险的 因为呢 怎么办 摩的事态就是一句一句 一段一段 一段 一步一步 慢慢慢慢就忍你忍你 让你不注意 那又跌入陷阱 所以参宣呢 历大无穷 骄傲自大 生活放荡 不是 嫖妓 不是 是专守整个律法 觉得呢 他自己呢 虽然有失败过 但是呢 他今次不会的 不会失败了 继续看 十六章 十三到十七节 大利拉对参宣说 你到如今还是稀好我 向我一说谎言 求你告诉我 当用何法捆绑你 参宣回答说 你若将我头上七条法教 与毁善同职就可以了 于是大利拉将他的法教与毁善同职 用蝎子钉住 对他说 亲孙阿菲的事 你来了 亲孙从睡中醒来 注意了 今次呢 特别说他睡觉了 他呀 他呀 大外主意了 我睡觉也不怕 之前没有说 现在呢 一步一步看到他的灵性的状态 状况呢 开始昏睡了 将基上的蝎子和毁善 一起都白出来了 大利拉对参宣说 你既不与我同心 怎麽说 你爱我呢 你这三次欺恨我 没有告诉我 你因何有怎麽大的力气 大利拉天天用话吹逼他 甚至他心里 犯悶要死呀 趁孙就把心中所藏的 都告诉了他 对他说 向内人没有用 剃头刀剃我的头 死了 将秘密都说出来了 因为我自出母胎 所以就归神做纳西人 说了他的 做纳西人的秘密了 若看了我的头发 我的力气 就离开我 我便 软弱像别人一样 我便将他的秘密 说完 第一 参宣经过两次 被大利拉出埋 却没有警觉自己 将会被试探所成 最后来便将秘密 供出 就好像当初结婚之后 向妻子供出谭语一样 真是在过去犯的一个错误 弱点 他没有检讨 没有反省 没有悔改 所以再重蹈覆车 再犯以前的一个错误 以前自己所立的谭语 所出的谭语 守的秘密都守不住 而现在最大的秘密 最重要是力量的来源 这个纳西人 这个誓约 他已经说出来了 我们再观察 亲孙的方言 由盛子的捆绑 转向他 用他的头发来做绳 本来之前说绳 绑一下他身 现在说到头上 已经快要触犯到 他的纳西人的誓约了 一直上到头了 即是叫做什么 大祸临头了 不用省了 用你的头发做省了 绑起自己 所以你自己的头 成为自己的捆绑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自己的思想 我们自己的想法 成为自己的捆绑 我们的祸患 很多时候是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自高自大 自己的自我中心 第三 第三 参宣在三次被大利拉出卖之下 始终胜不过他 天天的取逼 以至于 因为心里 犯悶要死 而違背了自己的誓约 更加得罪了神的旨意 所以带来了很悲惨的结果 所以我们在下面看看什么下场 十六章十八到二十二节 大利拉见他 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 就打发人 到菲利斯人的首领腦女 对他们说 他已经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我 请你们再上来一次 于是菲利斯人的首领 首领拿着银子 这次发达了 大利拉 必是带妇婆了 或者是懂得拉了 拉了很多银子 上到妇人的女 大利拉 是参宣 等着她的室 睡觉 这么厉害 哄她 躺在她的膝头 叫她一个人来 剃除她头上的七条法狗 看到了 大利拉 她自己不下手 她找人来下手 那人都害怕的 于是大利拉 克制她 哇 这个很厉害 令到她睡觉 然后是哄她 骗她 克制她 这些克制很厉害 一个女人可以克制 一个力带无权的大历士 就是因为 残孙 不遵守神的界命 不尊重上帝的 这个弱 盟弱 她的力气就离开他了 大利拉说 参宣 菲利斯人 那你来了 不是 参宣 梦 睡中醒来 又一次说了 她睡睡 今次睡得更加沉睡了 闭家火了 睡在大利拉的膝头上面 心理说 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 她想着 我之前都不怕 你绑我哪里都不行 都没问题 你绑我头发都没用了 但她不知道 她却不知道 叶华已经离开她了 她不知道她的头发被剪了 然后叶华已经离开她了 当然 这两个神后问题后面会处理 讨论 难道她的头发就是上帝 不是 她的力量来源在哪里 秘密到底在哪里 菲利斯人 将她拿着 挽了她的眼睛 带她下到袈裟 用童链 拘锁她 她就在家里推磨 然而 抬头发 被剃之后 又战战长起来了 可以看 叶华因为违约得罪神 以至于失去力量 被仇敌所成 眼睛被挖出来 而失明 终生都如同 她所丢弃了的 这个卢衰骨一样 就是监管当中 为仇敌推磨 不过 她的头发慢慢长出来之后 整个恩殿就像 参孙的头发一样 一战争多 那好 你如果想要知道 她的最后结果 还有 到底她的头发的力量 在哪里来 还有 为什么 一个这样放荡的人 不守神的律法的人 上帝都想让她 到底神的旨意 和她的行为 有没有抵触呢 尤其是参孙 她放荡又要表记 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做呢 是吗 你说 哎呀 参孙也是英雄来的 她虽然软弱 但是她也有很成功的一面 现在很多时候 我们都不会看你个人的 一些婚姻道德 个人的生活 只是看你工作表现 所以我们这些问题 神考问题 我们下一次 会和大家详细解释 好 那我们今天最后就到这里 谢谢运算带起富贝勒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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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